今天最后我想要来探讨一下 受害者心态 在这边说的是心态 不是受害者 不是说你过得多惨 你失去了工作 你的朋友背叛你 你过得很痛苦之类的 因为如果要说这个的话 我是个受害者 你是个受害者 所有的人都是个受害者 我们可以跟左派一样一直玩就是 谁过得最惨这个游戏 但是这不是我今天在说的 我今天在说的是 受害者是受害的人 受害者心态是让受伤的人 倒地不起 没办法继续奋斗的东西 我们的人生可能会输 可能会很沮丧 会失去什么 我们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害者 但是受害者心态 是让我们无法再站立 没办法再站起来 然后在那边说 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个受害者 我被背叛 我能怎样 选举不公 邮寄选票 我能干嘛 这个就是我们世界的癌症 我们可以想想看 是什么样的人性 会想要得到受害者这个身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想要当受害者 这个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人好像每天都在比赛 看谁可以当最受伤害的那个人 每个人都在比慘 我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会想要我们有受害者心态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会认为一切是应该的 是我们应得的 是我们的人权 这样子我们就更容易当他们的努力 另外一个就是把 类似像把资本家对上 无产阶级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观点 因为只要人一直无脑的彼此攻击 我们就不会抬头看到说 原来这些掌权者是在分裂我们的 所以我们才会一天到晚在那个地方 为了种族 性别 国籍 各方面在那边吵架 但是其实得到实际利益的 得到财富的 得到权利的 全部都是高高在上的那些掌权者 我们只是在被利用而已 所以为什么掌权者想要我们当个受害者 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我们会想当个受害者 例如我的人生当中 可能有经过很多东西很痛苦被背叛 然后你完全不了解 而且你也不能理解我经过的痛苦 相反的 你的人生当中一定也有受伤害的 然后是我不知道的 但是当个受害者跟有受害者心态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 再说一次 受害者心态表示就是 我投降 我认输 我不想要有什么样的个人层面的责任 我不想要透过我个人的努力 增加自己的智慧 把自己从这个深坑当中拉出来 受害者心态不会这样 受害者心态只会在那边喊 在那边哭 在那边抱怨 说我们要有一个安全地带 OK 我说我被冒犯了 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要跟我下跪 因为我很容易受伤害 我是个容易受伤害的受害者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闭嘴 因为你们没有经过我经过的事情 你们不了解我 你们不了解我这个受害者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病态的心态呢 美国怎么可能从一个自由之地 勇者之家 现在变成奴役的地狱 受害者的巢穴 经过这个感恩节 我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想听听各位的观众的观点 请你在下面留言说 你对于受害者心态的看法 那首先第一个 我认为做一个受害者 或者说自己是个受害者 会让那个人得到很多关注 很多注意 会吸引到很多目光 这个是一直以来真理 每一个人都是 就算是自闭的人 也都希望得到注意 得到关怀 那我们在做一个YouTube频道 所以我们也是一群想要得到关注 想要得到注意的一群人 但是我们不但想要你注意到我们 我们还想要你注意到你自己 你能做什么 还有希望你每次注意到我们讲新闻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圣经的价值观 那第二个 人会想要当个受害者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特殊待遇 这些人可以在那边说 那个人错了 那个人很坏 然后别人不能回嘴 因为你不了解我的痛苦 像我这个个子很矮 对不对 我就可以说你们这些高个的 都不了解我国中的时候 把妹有多辛苦之类的 很多人会在留言区或是寄信说 你懂什么 你又没经过我的痛苦 对 但是你也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的东西 所以这个特殊待遇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每一个人生活都一定有挣扎跟痛苦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经历 我们要从痛苦当中站起来 我们不能被痛苦打败 我们要为我们的人生负责 不管世界怎样错怪我们 有些人出生就是很穷 有些人出生就是很有钱 有些人天生就有残疾 有些人就是有天生的优势 但是这都不是阻止我们成功的原因 我们不能让我们天生的环境跟生活 来掌管我们的人生 因为如果被掌控的话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永远一事无成的弱者 美国梦是什么 美国梦就是我们有平等的机会 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我们人生的成功 我们可以当我们人生当中的主角 美国梦不代表说这个世界欠我们什么 美国梦也不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什么天生的优势 我们可以在这边天天怨天尤人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世界 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如果要成功 我们可以努力 我们可能会失败 很有可能跟我们理想中的过程 成功的路程很不一样 很有可能我们要承受很多的压力 或者是你可以放弃投降 永远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受害者 结果就是什么都不会改变 你只能当一个怨天尤人的受害者 或者是一个安静的受害者 这感恩节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想很多 特别是这次其中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后 看到一堆的留言区的人说什么 选举舞弊 没救了 该怎么办 这边一想象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懦弱的人 没有骨气 没有道德价值观 没有勇气 没有底线 没有纪律 你能想象有多懦弱就有多懦弱的人 突然有一个坏事发生了 在他的生活里面 那个人可以有个选择 他可以说 我很懦弱 所以我变得刚强 或者是说他可以说 我是个受害者 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 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的原因是因为 某些人做了某些事情 导致我被打压 这个是一个迫害 而且是邪恶的 而且如果那个是邪恶的东西的话 那我就是良善的 那我这样子良善的人 遭打压的受害者身份 就代表了一个道德层面的标准 也就是说 如果我越是受害者的话 就表示说 世界有坏 这是一个懦弱的人 来合理化他们懦弱的方法 身边所有人 然后从他的眼中的腐烂的社会中 出于泥而不染 站立在一个道德层面的英雄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身份 受害者这个身份这么吸引人 因为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 获利太大了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方式你或许的确会得到一些特殊待遇 但是你这一生就会当一个奴隶 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有动力 你会活得很痛苦 你会以一个弱者的身份死去 我举个例子 在美国有很多工商法的律师 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告诉你说 你是个受害者 你只要说个谎 说你工作的时候受伤 他们就会帮你拿到什么什么样的赔偿 只要你把上班的权利交给他们 他就可以让你不用上班也拿钱 公司会赔给你钱 政府会赔给你钱 透过这个 你的确是可以拿到每个月的一点钱 但是你不能工作 你不能得到自由 你想要多一点钱的话 你就要去打黑工 你买车你不能贷款 你买房子不能贷款 你永远被一整个系统努力着 当一个失败者 类似这样的例子有非常的多 例如我们这次加州的选举 就是有人会跟你说 你们干嘛讨论什么文化价值观啊 传什么福音啊 这就是选举舞弊啊 这个没有改变 以后的选举也都没有用 然后这个世界就变得越来越烂 AI News的观众 不可以接受这样的思想 对 我们或许受伤了 我们或许被背叛了 或许很难过 或许很沮丧 但是敌人的目的 就是要来摧残这些刚强的 然后以一个受害者心态的方式 让你闭嘴 唯一能解决的方法 就是承担所有的责任 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 为了我们的人生 为了我们的家庭负责 不管在教育上 婚姻上 人际关系上 教会 服饰 工作上 在选举上 我们都要告诉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被攻击了 虽然我们受伤害了 但是 我们不是个受害者 这一切是一个 我可以克服的考验 是一个让我可以变得更刚强的方式 就算我失败了 就算我在这条路上被打昏了 我还是要拍下我身上的灰尘 而且我要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尝试 我不会放弃 我不会投降 我们就是要为了正义而战 我们就是要为了我们孩子而战 为了我们家庭而战 这个就是耶稣教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爱耶稣的代价 这个就是信仰 左派为了他们的信仰 邪恶的势力为了他们的信仰 可以打拼了这么久 同婚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到现在成功之后变成这个样子 他们掌控了整个美国 现在他们要冲进去世界杯里面继续搞 他们憎恨基督教 憎恨好的价值观 现在他们可以在电视上面 公然的侮辱耶稣 然后说基督徒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敬拜什么 他们有那个样子的勇气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懦弱 我们常常说他们是受害者的心态 某层面的反思 我们这六七十年以来 基督太受害者心态了 这就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的国 自由之跟勇者之家 今天会变得这么扭曲 所以说不要再怨天有人了 说世界完蛋了 不要生小孩了 等弥赛亚再来就好了 我们要跟耶稣一样 不能放弃 神没有放弃我们 神这么爱我们 一次一次的机会 一次一次的启示 我们怎么能放弃 所以请大家跟AI News一起 帮助我们 加入我们Coffee的会员 现在有很多东西在筹备当中 包括未来的选战的 异工者团队的网页 都在制作当中 请加入我们 让我们一起奋斗 而且不要放弃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之后主弹帮 之后他说主弹帮 干 之后他说主弹 主 之后他说主 帮 那个 他说主弹帮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